嗨大家好 我是阿森 那现在我的西藏的姜汁 刚才我在经过这个村庄的时候 就发现挨家挨户的墙壁上面 都贴满堆满 有些是在墙壁的旁边 就放满了很多像泥巴一样的东西 你看每一团还用手把它压紧了的 知道这些是什么吗 那其实这些全部都是牛屎 由于在西藏 它的海拔比较高 村民就会把这种牛屎收集来作为一种燃料 因为在西藏除了草以外 其他的植被相对会比较的少 所以牛屎也是村民赖以生存的燃料 村民都把它视为珍宝 而当村民把这种牛所排泄的粪便 贴在墙壁上面了以后 由于这边的纸外线很强 所以村民通常就会把这些牛屎晒干以后 拿来作为燃料可以烧水煮饭 还可以在冬天取暖 据说这些牛屎做的饭或者是烧的菜特别的香 所以一旦来到这个村庄以后 你看到哪家哪户的牛屎如果越多 那就说明这一户人越有钱 那像这些牛屎烧的饭菜 你会吃吗 好吧 那这个牛屎墙壁也就是这样了 那我们待会见 嗨大家晚上好 有朋友在问我睡在车里面的体验是怎样的 能不能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个得因人而异吧 不管是在车里面或者家里面 我是属于那种很快就能入睡的 不会有太多的失眠 而且你看这个床还蛮大的 有两米多长 整个脚都可以打直 睡起来还是比较的舒服 而且在顶上这里还有一个天窗 当然今天在下雨我把窗户关上了 这里能看到路灯 而如果是晴朗的夜晚 既能看到月光 还能看到璀璨的繁星点点的星空 下一次能看到星空的时候 我再分享给大家 而从这里看车底下 你看就这样的一种感觉 一般我不会用这个梯子 就踩两下就上来了 从上面看底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感觉有点像是那种 大学校园里面的上下铺的关系 当然以前我在校园里面就睡的是上铺 所以就有点像那种睡得高 看得远的感觉 你看前后还有窗户 一般我不打开 如果有大车经过的话 可能会有些草 但如果是属于比较安静的环境底下 就会特别的舒服 而在西藏夏天 它的白天特别的热 而晚上却非常的舒服 你看现在我都盖着被子 其实挺凉爽的 所以睡在这里 真是用两个字来形容吧 那就是美妙 有机会的话 您也可以试一下 好吧 那这就是车里面的体验的分享 那我安咯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